我愛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我愛翻身, 煮一口美食湯, 滷一下, 免得這麼粗 現在天氣難免令女士們上火 所以今天就做白青頭, 黑皮冬, 意米, 沉皮老薑 先喝一口, 首先要把鴨斬掉 所以斬到鴨頸的部分, 皮下脂肪, 油, 拿出來 你不要想著, 皮下脂肪才會這麼香 因為它煮起來, 整鍋都是油的 你撇了油, 浪費時間, 把它放下 將魚鮮炒到鴨, 放下去, 飛飛水 你斬到白酒, 它就可以令腥味去掉 這邊的水就差不多了, 將薑放下去, 陳皮一起放下去 二米, 也放下去 有些胡椒呢, 它會香很多 剛剛煮起, 一定要沖乾淨 你不要隨便這樣, 把鴨洗乾淨 放下去, 鴨就正在煮 臨到冬瓜 冬瓜呢, 這種煮法就不一定要去皮 因為那個皮, 煮出來, 你可以不吃 冬瓜的狼呢, 你千萬不要放下去 它是有點酸味的, 這麼大塊就可以了 這些就煮了20分鐘了 將冬瓜放下去 如果現在這樣放下去, 現在計算 就40分鐘 哇, 整個人舒服了 將這碗湯呢, 它主要就是降火 Come out 今天呢, 我就煮了一個冬瓜水鴨二米湯 那你以前最喜歡喝的 喂, 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隻湯 好, 給我一個喝嗎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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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粉絲就點個讚吧 灣區煙火味, 由街頭吃到可味 今天呢, 我們來到天河北這裡 那這裡呢, 有一間呢, 我吃了很多年 這個新薑菜很正宗 行義域風情, 這樣說吧 當然 難怪就全包了頭巾 你很適合, 你好玩 而且你慶祝一下我減肥失敗 所以算是好的 你還用減肥嗎 就在這裡, 新薑大廈裡面的新薑菜 走吧 就是這裡 對 巴澤美食 這裡是一個很正宗的新薑菜 既然我們今天要吃新薑菜 那是否應該要… 華麗轉身 有些儀式很漂亮 來, 3、2、1 先讓我變身 我們穿得這麼漂亮 那我是否進去看看 有甚麼美食 想說新薑的儀式 沒有 我們現在幫忙 我們快到了演場 新薑的美女 是甚麼 就是你好的意思 你好… 你好… 甚麼叫你 蘇比 蘇比 你好… 歡迎你們到我們 八家美食清真餐廳 來做客 先入座 這是我們的榻榻米 然後… 這是我們的… 一些特產 新疆特產 忽不期待想上去 來… 平常你們新疆 就是一進客廳 就是這樣的布置 是嗎 那我想試一下中間這個水果 杏子…白杏 杏子… 水果是在新疆那邊運過來嗎 是的… 很甜喔 這個紅爪 這個紅爪 跟我們四邊的紅爪 太好我的眼 從新疆來說 我們美食最大的特色是甚麼 我們是羊肉、牛肉為主 然後就是主要吃囊餅 你們聽說過 圓的那個囊餅 對…很大一個 對…還有烤包子 還有抓飯、拉麵 都是… 手抓飯 是真的用手抓飯 對… 新疆的朋友 真的非常熱情浩克 吃完各種的水果、乾果之後 馬上準備了 各式各用的新疆特色菜 來款待我們 不說那麼多 我們先開飯 這個新疆小姐姐 真是好 上了整個大圍桌 真的… 蘇渣人 羊肉很香 真的… 我第一次想用鮮甜來形容 一塊羊肉 你喜歡用羊肉嗎 我八切都不騷子 例如有一個淡淡的香料味道 一個很清爽的羊肉 這個真是我高中時最愛 廣東人吃雞不是八切,就是豉油 很少用這種… 大盆雞的那麼豐盛的廚法 對,像很多拉克拉的胡椒 胡椒、香料 很多東西都適合放進去 因為它的味道很和味 很香 原來它的雞也挺滅滑 你嘗嘗薯仔才精華 真的嗎 嘗嘗 它吸收了雞味 裡面的青椒味 所有的配料味 真的濃縮才有精華 薯仔全都吸收了 是粉到不得了 加上它的雞是屬於濃味的那種 這個真的可以… 這兩道都算是網紅菜 手渣 手渣羊肉飯 這個就是杜包肉 這個飯很甜 再加上蘿蔔的味道很濃 很好吃 這個飯會吸收羊肉的香味 蘿蔔的香味 而且我發現蘿蔔和羊肉很配 杜包肉 很多生薑的薄煮都會強推這道菜 要蘸韭菜花醬 要蘸醬油 辣椒 這樣才有味道 因為它本身沒有調料 它這個韭菜花油很香 而且它的肚子很爽口 想不到它可以這樣包起來 所以它的口感的層次是很分明的 這個是脆的 然後裡面的羊肉是嫩的 這裡這麼神秘的味道 對 很濃烈的味道 這個是野心菌 叫巴桃菌 很香 有菌的那種味道 它這個就是奇形怪狀 好像木耳一樣 不規則 不規則 而且有很多孔、辣辣 可以吸收汁 口感很舒服 很脆 我們這裡嘗試得實實實白白 對 還想吃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哪裡有的?導演 先完成任務再說 去跟新疆小姐姐學跳舞 不是吧 我們剛才換了衣服 不是 而且別人天生就懂什麼 我們怎麼可以 在巴陣美食餐廳這裡 除了可以品嘗到各種地道的新疆美食之外 還可以跟新疆美女小姐姐一起跳舞 是嗎 這種二域風情 給我感覺真的很奇妙 有一種沉沉式 準備品嘗新疆美食的感覺 導演 我們跳得這麼久 教竹工房 對,我們跳得很餓 是否要給點東西吃 應該是吃東西的 再不給我 狼是新疆地區最流行的主食之一 烤製狼的設備叫狼坑 形狀就像一口大水缸一樣 一般在坑底用明火加熱 然後通過坑壁的熱力烤熟食物 我們今天突然邀請了一位 新疆的英俊廚師為我們烤製狼餅 身邊這位就是新疆美女師傅 馬拉伊 你來廣州多少年了 八年了 你是從新疆哪裡來的 新疆開始 然後我們又看到的這個 這個就叫南坑 對,南坑 南坑 南坑 剛剛我們看到的四方形包子 都是在裡面烤熟的 這是裡面烤的 大概每天要烤多少個 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囊 差不多兩百個烤包子 囊跟包子分別要烤多久 這個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哇 還沒熟 還沒熟 剛剛放進去 應該是包子吧 對,烤包子 這個包子是需要前面做什麼步驟去弄的呢 像烤熟的麵 然後切肉 再包子 再醃一下 然後醃一下 醃一下 醃一下那個肉 然後再 再攪一下那個麵粉 對 然後包一下那個肉 然後包一下那個肉 你知道其他的包子需要發酵嗎 這個 這就不用發酵 完全不用發酵 直接就拿去烤就可以了 我聽說這裡邊的溫度 最高可以達到一千摄氏度 四百多 四百多現在是 現在是四百多 對 然後最高是一千多 對,水果是一千多 你們是徒手進去貼嗎 對,剛剛貼出 你們不燙嗎 我發現這裡 它應該是沒有那個 像我們煤氣爐那個控溫的吧 那你們怎麼控制那個溫度 我看到剛剛有個同事在這裡灑水一樣 喔 我剛剛灑水就是控制它的溫度 喔 那是不是每戶新疆人家 都有一個這樣的囊坑呢 有 真的嗎 家家戶戶都有 你們不需要有這個窗台用來炒菜 你們就需要有個囊坑用來貼包子 對,貼包子貼囊 我覺得看到一個這麼帥的人 給我們做包子跟烘包子 那個吃的時候心情會加分很多 好 放在我們面前這個烤包、烤囊 烤囊 烤囊 都是我們親自探班回來的成果 不如試試烤囊 好 上面是散滿了芝麻 所以它那股芝麻香是第一個 才供入你的口腔當中 它那種感覺又不像在吃麵包 又不像在吃薄餅 又不像在吃薄餅 而且是浮於麵包和餅乾之間 對 的那種口感 試這個包子 好 裡面是羊肉和洋蔥 很香 而且是肥瘦相隔的羊肉 我更加喜歡吃這個 洋蔥味很香 它可以將羊肉調得更加鮮甜 然後那些麵皮一面是硬 一面是軟 所以吃起來很有口感 一面是脆脆的 一面又很舒服 而且我開始以為 麵粉是很厚重的 但它還是比較薄的 所以它烤出來是脆的 新姜除了一些包子之外 其他的米或飯類都很豐富 例如 我身邊的丁丁炒麵 它就是所有配料都切得像丁丁 麵也是像丁丁 一粒粒很小 很酸的 非常開胃 很開胃 而且很有鍋氣 口感很豐富 因為裡面的丁丁的料足夠多 所以你每一口下去 是包羅萬鈺 什麼都可以咬到 麵咬下去很韌韌的 很有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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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剛才的切得這麼小 丁丁的麵 丁丁手 麵 這座非常厲害 它會配上這個像小菜 其實是過油羊肉 對 蓋椒這樣淋上去 這個麵食真的很香 很煎多 有點韌韌的感覺 很香 比這個還要有咒頭 對 煮食我已經吃夠了 對 是時候進入這個吃肉的環境 想硬菜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知道 新疆是風吹炒地 現有氧的地方 我現在整隻羊都吃得下 我跟你說 是嗎?你說的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很明顯的就是要剪圈 這個圈圈 是嗎? 對 來自烏龍木齊的靠羊肉串 西方東的海 是有餘的 徐師傅 我們這個要怎麼穿呢? 兩瘦一肥 再穿一瘦 四塊肉 我想問一下徐師傅 這個肉是羊肉是嗎? 羊肉 那需要醃製嗎? 要醃製 用什麼醃料去醃製的 有雞蛋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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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鹽 這麼簡單 還有幾種調料 這種不能夠醃製的調料 對 要醃製得久 要醃製的時候 醃製十分鐘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十分鐘二十分鐘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粗的紅柳木呢? 因為如果這個羊肉串 這種塊大的很 烤的時候太小了 一烤就斷掉了 其實這個紅柳枝 在新疆那邊 就是 新疆都是 就是的 就是地取材 他們當然用的這個紅柳枝 而且這個紅柳枝 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出來了之後 你燒完出來 會散發那種香味 就像我們的荔枝木燒雞一樣 有這種荔枝木的香香 很香的作用 看來各地的這個風阻差不多 其實這個穿肉是有技巧的 一定要在它的這個纖維 就不能就是直接在它的這個 橫維這裡插進去 好 再來一個肥的 再來一個肥的 對 為什麼一定要穿一塊肥的進去 這個肥它不燒 相當很 相當於是羊肉 養肉 養肉 對 就這樣所謂的 這個肥的 再把它 就可以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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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學藝的第一步 圈羊肉 就可以了 考是更難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我們學藝的第二步 考圈羊肉去 走你 如果演員X2 我們做出台節目 算是完美的 了 你們看 對啊 這個 在這裏半個 我們從本來是 很有味道 外面的香味還會有汁和水 第一口吃下去 是表面的芝然辣椒粉的香味 帶著芫耳的香味 但第二口再咬一咬 是有那股紅柳木的香氣散發出來 所以它是一股一股的香味 肥的通常都是第二塊吧 你一定要嘗嘗 你咬一口瘦的再咬一口肥的 一起咬 我發現肥的位置比手的更香 因為它是羊油 所有的精華都在裡面 你咬下去 它的油脂全都湧出來了 整個口腔都是那股羊油的香味 不得了 這裡真的… 還有很多好東西 肥的上面是一股脂肪 下面才是瘦的 所以要一起吃 雖然它也是肥瘦相減 但它們的香味不一樣 而且你可以感覺到 它們醃了一整晚的精華 是在肉裡面的 雖然沒有因為它燻的過程 而流失到這個水分 反而不保持羊肉的香味 但一點也不會覺得 是酥的那一刻很厲害 還有這個很特別 這個叫做鴿子肉 這個肉更加緊實 緊實 這個是帶筋的 對,我看到 很好吃 它的筋好像我們平常吃的牛腩 牛筋腩的筋 這個其實我很喜歡吃 羊排 肥和瘦的位置也是剛好 它真的連著筋膜的位置 我覺得吃起來很軟滑 很香 原來烤羊排和烤羊腿 它們雖然都是羊肉 但它們出來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羊腿是軟一點 而這個是有咒頭一點的 聽說來到新疆做客 如果你真是很尊貴的 很受歡迎的客人 還有一個待客天花板 馬上就要上這個烤全羊 烤全羊是新家朋友 接待客人的最高禮遇 先用二十多種食材 熬製湯底 將整隻羊醃一晚 再準備用雞蛋、麵粉等材料 調製而成的醬汁 均勻地投在表面 最後放入狼坑烤素 剛才烤全羊 有請妍師傅 楊師傅就是這裡的徐師獎 沒錯 這個羊肉烤了多少時間 要三個小時 切開後,裡面的汁水是粉紅色 肉依然是粉紅色的 通常一個羊的部位是最好吃的 同溫 其實就是排骨這一塊 排骨這一塊 就是瘦肉和肥肉身邊的 比例最好的是 對… 謝謝袁師傅 給我們帶來一個這麼特別的菜式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品嘗一下 好…謝謝… 兩種顏色會有 漂亮 它真的完全不同 我們平時用明火烤的那種感覺 這個感覺是蒸出來的 是粉紅色的嫩 對,而且上面的那層粉 有點像炸雞的效果 真的很鬆軟,入口即快 配著皮吃更好吃 它的羊肉是特別嫩的 雖然醃了一整晚 但不會是死鹹那種 而且肉可能是經過蔬菜 醃了之後肉會鬆很多 軟滑 這個就是新疆的… 最高代客節目 對,本代的一個最高位格 今天這麼開心 所以特別名借巴澤美食 清真餐廳對本節目的 大力支持的 謝謝… 今天真的超飽 吃出了一種吃布菲的感覺 我整隻羊在肚子裡 我們可以了 甚麼叫腐腸出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 沒錯 這間新疆餐廳 很棒嗎 很棒 除了有好的食材 食材新鮮 而且從新疆過來 可以學舞蹈 可以跳舞,幫助燒法 又體驗很多不同 新疆的菜式 只不過上面還有很多好東西 我們還沒嘗試 是,所以下次一次試 靠我們兩個肚子 是不夠容量的 是 要拖你們這群生 一起來才行 或者你們有甚麼好美食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幫你們嘗試 這是互聯網嘴提 對 嘴強腿嘴提 嘴提幫你們吃 好,我們今期節目時間 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漂亮